一名藍衣男子左顧右盼 想說趁沒車的時候趕緊穿越馬路 沒想到這時一輛雙載機車 傻車不急直接撞上 良民騎士和這名勞翁全都噴飛在馬路上 路口監視器可以看到 伴隨巨大碰撞聲 良民騎士連人帶車 衝撞到路邊的白色轎車後 雙雙跌坐在地 一旁店家趕緊出來查看 從另一個角度看 老闆原本滑著手機正在固電 突然驚悚車禍就在眼前上演 可以看到勞翁被撞後倒在地上 移動也不動 後方騎士也緊急剎車 他是圍歸過馬路 他是去Stave繳費 現在要回來他的教室這邊 警箱貨爆後赶到現場 老翁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左手右腳有撕裂傷 額頭腫脹 鼻子流血 經過宋一搶救人不至身亡 該名行人穿越馬路時 遭機車碰撞後倒地 後方機車騎士因閃避不及 又撞擊該名行人 經警方實施酒冊 兩名騎士均無酒駕傾侵士 事發在21號下午5點多 新竹湖口鄉中山路散斷 這名老翁人到超商 繳費完要回車上時 違規穿越馬路 不幸被機車騎士撞上 警方也呼籲行人穿越馬路時 務必遵守交通規則 騎士也不要強快 降低意外發生的機率 記者何孟謙蔡宇山 新竹採訪報導 請坐 請坐